我抱着一袋垃圾兴奋地跑回家 我妈嫌弃地把我赶出门 可垃圾袋里有一落黄金 我三岁生日那天 生了一场大病 高烧到四十度 我妈带我到公园里当鞦韆 可等鞦韆停下来的时候 我才发现 我妈早就不见了踪影 我急得大哭 嘴里却说不出几个字 只是无助地喊着 妈妈 在哪 没一会儿 我两眼一黑 晕了过去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躺在垃圾堆里 说来也怪 我感觉自己身上舒服了很多 好像病已经好了 我挣扎着从垃圾堆里站了起来 鬼使神差地翻出了一袋垃圾 我迷茫地环顾四周 忽然感觉一个方向特别顺眼 于是撒腿便朝那边跑去 路上几个好心人问我是不是迷路了 我咬紧牙关一句话也不说 只是紧紧抱着怀里的垃圾不肯撒手 不知为何 我总觉得这袋垃圾特别有吸引力 不知跑了多久 我感觉眼前的场景越来越熟悉 我找到回家的路了 我兴奋地跑上楼 敲开了家里的门 妈妈 开门 我 我磕磕巴巴地喊着 我妈一打开门 先是诧异 转而又是满脸嫌弃 我兴奋地把怀里的垃圾拿到我妈面前 我妈却没有接 反而像提小机子一般把我提到楼下 嫌弃地说 你个扫把星 滚 我不理解我妈为什么这么对我 还是像跟屁虫一样跟在后面 我妈开门进了屋 我刚想跟进去 门却被重重地关上了 我在外面哭着拍门 妈妈 我 可里面却没有回应 不知过了多久 我忽然被人抱了起来 抱我的人是我就妈 我看着就妈满脸委屈 妈妈 进门 不让我 就妈听完脸色沉了下来 用力地拍着门 比翠红 开门 我妈打开门 一脸不耐烦 干嘛 就妈抱着我吼 你把盼盼丢外面了 我妈像躲温神一样往后缩了缩 她就是个扫把星 我之前怀的孩子都被她咳死了 我已经找大师做过法了 只有把这个扫把星丢了 我才能生儿子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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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满脑子都是儿子 盼盼你不要了是吧 你不要我养 你养就你养 我才不稀罕呢 说完 我妈碰得一声关上了门 舅妈心疼地摸着我的脑袋 乖 以后你就管我叫妈 我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还是乖巧地叫了声 妈 哎 舅妈激动地抱着我流下了眼泪 说来也怪 我之前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别人都把我当成傻子 但从那时起 我忽然可以很顺畅地讲话了 妈 给 我把垃圾袋丢掉 我急得大哭 不能丢 不能丢 我妈也被我的样子逗笑了 好好好 不丢不丢 让我看看乖乖捡了什么宝贝回来 说着我妈缓缓打开垃圾袋 我满脸期待地看着她 咦 谁家的臭袜子呀 哎 这是 我妈说着突然惊呼了一声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看见袋子里金光闪闪 稍微懂事之后我才知道 那天我捡的垃圾袋里是一落黄金 我妈每次提起这件事就两眼放光 那天我妈把我和黄金带回家 我爸也高兴坏了 他俩因为一直没有孩子 本来就特别喜欢我 这下我成了他俩的亲闺女了 可我爸对着那袋黄金发了愁 虽然黄金是我捡的 但肯定是谁不小心丢错了 我爸妈商量了许久 还是决定把黄金还回去 我爸捡到黄金的地方 给我爸妈说了一遍 我爸带着黄金在垃圾堆旁蹲了三天 终于把施主盼来了 原来 这落黄金是施主家里祖传的 因为施主的母亲生了重病 他急着换钱救命 结果出门的时候丢垃圾 不小心丢错了 施主对我爸千安万谢 做了一面紧急送到我爸车间 甚至还联系了新闻媒体 对我爸实惊不昧的事迹宣传报道了一番 当时我爸正在竞争组长 原本已经落了下风 没想到我爸的先进事迹 很快传遍了全场 甚至连厂长都知道了 组长的职务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我爸头上 我爸被提拔成组长的那天 抱着我狠狠地亲了半个小时 直到我妈出面才就下了块被胡子扎哭的我 我爸笑得合不拢嘴 这李翠红可真是有眼无珠 给我们家送来了这么一个宝贝啊 后来我妈告诉我 我三岁之前一直被称为家里的灾星 从我出生之后 我亲爸亲妈就没有给我一次好脸色 亲奶奶看到我更是满脸嫌弃 盼了这么久 生了这么个赔钱货 我亲妈后来又怀了两次 可都因为各种意外流产了 邻居们都说是我这个傻子 咳死了我妈肚子里的弟弟 我妈摸着我的小脑瓜不愤地说 我看以后谁再敢说我们盼盼是灾星 分明是他们老王家销售不起你这个复兴 据说李翠红知道我那天拿的垃圾袋里是黄金 气得差点没吐血 我亲爸王勇安慰了他半天 说什么拿黄金换儿子 直了李翠红这才缓过劲来 可没想到他做了无数法事 吃了数不清的中药 满心欢喜的盼儿子 结果分娩的当天 还是生了个女儿 李翠红甚至因为难产昏迷了三天三夜 再次醒来的时候 看到旁边不带把的小家伙 一口老血喷出又昏迷了过去 从那之后李翠红就丧失了生育能力 我妈每次提起这个事都会一番白眼 嘿活该 李翠红给他女儿起了个名字 王超判 我爸妈一听就不高兴了 超判 这是想超过我呢 我爸当即决定要给我改名 我爸拿来字典让我自己选 我当时才四岁 哪里认识字 于是随便指了一个 于是我就改名叫李贝 六岁那年 我上小学 音乐老师问我们想不想学钢琴 大部分孩子都摇头 我却第一个举起手 但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几十块钱 可当时一架钢琴要一万 当时我们正在奶奶家聚会 李翠红抱着王超判也在场 李翠红一听我要学钢琴 不禁出言挖苦 一个赔钱货还学钢琴呢 把你卖了都换不来一架钢琴 宋文 你不是惯他吗 你给他买啊 我看你有几个钱 还是我家超判董事 从来都不乱要东西 是不是啊超判 我妈眉头都拧成了一个疙瘩 学 我们学 我砸锅卖铁也要给贝贝买 我爸被我妈的话吓了一跳 拉着我妈的衣袖小声说 文文 咱别逞能啊 钢琴可不是咱们能消费得起的 我奶奶却在一旁说 没事 我还攒了些钱 你们不够 我给你们添点 我奶奶还说我姥姥的时候就十分疼我 后来听说我被我爸领养了 高兴的拍巴掌 好呀好呀 外孙女变孙女了 李翠红一听不高兴了 妈 你有几个钱 都给他也不够 再说了 你可不能挣偏心 你要是给李贝买钢琴 那也得给我们抄判买一个 我奶奶气得抄起筷子就要打我妈 贝贝是我孙女 我给她买怎么了 你们不用吵了 我有钱 我自己买 我突然开口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我身上 我妈脸色变了变 紧紧盯着我的眼睛 李贝 你从哪来的钱 给妈妈说实话 是不是又捡到钱了 捡到钱要上交 不能做没有素质的人 我默默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彩票 我没有捡钱 我自己存的零花钱 买了这张小卡片 听说最高可以中五万呢 那个年代彩票十分流行 满大街都是广告 我妈看到彩票松了一口气 没捡钱就好 彩票哪有那么好中啊 其他人也被我奶里奶气的话 给逗笑了 但我却看到李贝红的眼睛里 闪过一丝狡诈 吃完饭 大人们都在聊天 我在屋子里玩玩具 王超盘忽然摇摇晃晃的跑过来 只见他手里也握着 和我一模一样的彩票 冲了我招手 姐姐换换 我知道肯定是李贝红的意思 有些不高兴 不患 没想到王超盘年纪虽小 脾气却很大 直接冲上来就要抢 我比他个头大一倍 他怎么抢得过我 没几下就被我压在身下 他也不是省油的灯 剑抢不过我 于是放声大哭 李贝红着急忙慌地跑了进来 看我压在王超盘身上 气得大骂 你个扫把星 赶紧滚一边 别把我女儿压坏了 说着一把把我推倒在地 我也顺势哭了起来 我妈此时也跑了进来 连忙把我从地上扶起 拍拍我身上的灰心疼地说 贝贝 没事吧 摔疼了没 李翠红 你打我女儿干嘛 李翠红翻了的白眼 这个扫把星先欺负超盘的 我打他怎么了 王超盘此时哭得更厉害了 我把事情的经过 给我妈说了一遍 我妈听完就气不打一出来 李翠红 你一口一个扫把星 还不是觉得我家贝贝有福气 要不然你干嘛怂恿超盘 换我家贝贝的彩票 李翠红憋得满脸通红 半天才吐出一句 我才没有怂恿 超盘就是想和姐姐换着玩 咋了 一张破彩票都舍不得换 没素质 懂不懂尊老爱幼的道理 我妈气得破口大骂 我却突然开口了 妈妈 你别生气了 我和妹妹换 我是大孩子 要让着妹妹 说完我主动上前拉起王超盘 把我的彩票递给她 她一把抓过彩票 把她的往地上一扔 牛脸就跑 大人们纷纷夸我懂事 知道让着妹妹 李翠红却一副 小人得志的样子 冲我们挑着眉 没想到 第二天开奖之后 我手中的这张彩票 真的中了五万块 我爸妈高兴疯了 两人一起抱着我 狂亲了一个小时 我差点没喘过气来 我们一家兴高采烈的 准备出门对奖 商量着去哪里庆祝一番 没想到一开门 就看见李翠红 怒气冲冲的站在门口 李翠红冲着我们大吼 赶紧把我的彩票拿来 我妈一脸鄙视的看着她 你发什么神经 我们的彩票中奖了 和你有什么关系 李翠红却不依不饶 什么你们的 那是我买的 赶紧拿来 我在一旁插嘴 是妹妹昨天和我换的 换了就是我的了 李翠红瞪着眼睛看着我 李贝 你就是故意的 你明知道那张彩票能中奖 故意和我们换 扫把星就盯着我家霍霍 我妈气得大骂 你这人讲不讲道理 分明是你要超判 和我们贝贝换的 怎么又变成我们故意换的了 再说了 我家贝贝 哪知道彩票能中奖 分明是你销售不起这个福气 李翠红见说不过 往地上一坐 开始撒起泼来 你们欺负人 抢我家的彩票 欺人太甚了 我爸妈直接不理他 拉着我就去对奖了 那天我们在游乐园 完了一天 晚上又去酒店 吃了顿大餐 我肚子都塞不下了 还打着宝格 要吃冰激凌 我爸专门跑到琴行 给我订了一架 一万多块钱的 亚马哈钢琴 鼓励我好好学 以后当个音乐家 回家之后 邻居告诉我们 李翠红堵着门 骂了整整一天 我本以为这件事 就这么过去了 没想到李翠红 并没有善罢甘休 那个年代正是大下岗时期 我爸的厂子也要裁员 我爸当时是组长 原本下岗名单里没有他 可不知什么时候 厂子里突然传出风言风语 说我爸贪污受贿 挪用公款 没多久 厂里面专门来人到我家 指着我的钢琴质问我爸 这个琴是你们买的吗 我爸连忙解释 这是我们买彩票中奖买的 绝对是干净的钱 可厂里面的人却不信 副厂长还阴阳怪气 中彩票 哪有这么好的运气 厂长家里都没有钢琴 咋的 就你家能 虽然厂里自此细细地查了一番 并未发现我爸有任何 违规违纪的行为 但关于我爸的风言风语 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最终在下岗名单里 还是出现了我爸的名字 我爸脱熟人打听才知道 在背后捣鬼的是李翠红 李翠红那时候也在厂里上班 我家买了钢琴之后 他没事就在车间里说闲话 你们不知道 我哥当上了组长发达了 给女儿买了一架钢琴 一万多块钱呢 那时候一万多块钱 对于车间的工人来说 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这话传着传着就变成 李翠红他哥李正君当了组长 贪污受惠买了一架钢琴 在厂子里最怕的就是别人讲闲话 我爸知道后气的不行 跑去找李翠红理论 李翠红一翻白眼 我又没说瞎话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爸气得要打李翠红 被周围的邻居拦了下来 从那时起 我家和李翠红家再也没有了来往 可笑的是 李翠红的名字也出现在 第一批下岗名单中 别人说他连亲歌都能坑 还有啥是干不出来的 下岗之后我爸郁郁不乐 每天借酒消愁 万幸的是之前彩票还剩不少钱 我家暂时还不用卫生机担心 那天在吃饭的时候 我爸又在叹气 我忽然眨巴着眼睛对我爸说 爸 你做饭这么好吃 为啥不开个饭店呢 我爸听完眼前一亮 贝贝 你这是个好主意啊 我妈也鼓励我爸 就是现在全世界都在做生意呢 说不定咱家开个饭店就红火了 说干就干 我爸当即开始跑门面 可跑了几天却发现 便宜的门面没有客流量 为这好的门面又太贵 我爸又开始发愁了 一天下午放学 我爸拉着我心事重重地走在路上 我忽然指着路边的一个门面 爸爸 我感觉这里很顺眼 咱们在这里开店吧 我爸抬头看了一眼 摸着我的脑袋苦笑一声 爸爸也知道这里好 可这里的房租咱们付不起啊 我却不由分说 拉着我爸就往里面走 我爸嘴上说着 算了算了 可脚步却没停 跟着我进去了 我敲着桌子 对屋里弯着腰打扫卫生的人影喊 老板 这个门面出租吗 我爸没想到我这么主动 慌忙拉了拉我 陪着笑走上前 老板 小孩子不懂事 你别见怪 我看您门口写着出租 就想进来打听一下 哎 你是 那个老板也认出了我爸 是你啊 大哥 哎 这不是巧了吗 当初要不是你把那个黄金还回来 我老娘的命都没了 来来来 快请坐 原来老板正是之前丢了金子 被我捡到的张叔叔 张叔叔热情地招呼我们 我爸给他讲了最近的遭遇 说想开个饭店维持生计 张叔叔听完一拍桌子 真是缘分 你看我这个门面怎么样 你要是觉得还行 就在我这 我给你免一年的租金 我爸一听眼睛都亮了 这 这不合适吧 张叔叔去爽快地说 这有啥不合适的 我准备去深圳做生意了 门面空着也是空着 你就拿去用呗 你可是我家的大安人 当初你要是把金子媚了 别说租门面了 你就是把这个门面 买下来都绰绰有余 好人不能没有好报啊 回到家里 我爸爸今天的事 给我妈一说 两人又兴奋地抱着 我狠狠亲了一顿 我嫌弃地把他推开 胡子扎 我爸激动地说 贝贝可真是我家的福星啊 没多久 我家的餐馆 就热热闹闹地开业了 不过李翠红的日子 却不好过 因为没有什么手艺 李翠红和王勇下岗之后 只能四处打零工 我爸因为厨艺好 饭店干得非常红火 没过多久 张叔叔从深圳回来 在本地开了几家公司 直接点名我家饭店 作为他们公司的食堂 还介绍了好几个 其他老板照顾饭店的生意 我爸索性 把旁边几个门面都租了下来 直接开了个大饭店 期间 李翠红和王勇 跑到我家饭店闹市 说什么开饭店的钱是他们的 要我爸妈给他们分红 我妈直接开骂 连亲生女儿都能扔的人 还有脸找我要钱 李翠红说不过 于是把我奶奶搬了出来 妈 你管管我哥 他太不像话了 我一家都快饿死了 他们还赖着不给我加钱 他指的是之前中的那张彩票 我奶奶年纪虽然带了 但人却不糊涂 那张彩票是你让超判找贝贝换的 咋的 又想反悔 李翠红厚着脸皮说 明明是李贝从超判那里抢的 不信你问超判 我奶奶把目光看向王超判 王超判眼神躲闪 藏到李翠红身后小声说 是贝贝姐姐抢走的 我妈听完当场炸了 李翠红 你要不要脸 教这么小的孩子说谎话 那天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你家超判主动来找我们贝贝换的 李翠红也红着脖子吼 谁看到了 你们谁看到了 我们超判才刚上小学 哪里会说谎 道是李贝 从小就是个灾星 克死了我几个孩子 把我们家的财运都克走了 我当时也在场 听到这话眼睛瞬间红了 王超判不会撒谎 我就会撒谎吧 我那时候也刚上小学 我没有骗人 就是王超判主动来找我换的 李翠红翻着白眼挖苦 你会不会说谎自己心里清楚 三岁之前都不会说一句完整的话 你个小傻子说的话能信 我爸瞬间就抱起 李翠红 你还是不是人 贝贝小时候那样是因为谁 从他出生之后你管过他一次吗 他发着高烧 你还把他扔到外面 有你这样的亲妈妈 都说虎毒不食子 我看你就是蛇蝎心肠 畜生都不如 说着我爸就要打李翠红 王勇见自己老婆被欺负也不甘示弱 和我爸扭打到一起 我把比王勇高出一头 没多久就把王勇压到身下动弹不得 李翠红也想上去帮忙 我突然挡在他身前怒吼一声 够了 我那时候已经上六年级了 因为从小营养好 发育得很快 比李翠红还要高 李翠红看到我的样子被吓了一跳 不自觉地往后退了半步 说话的底气明显弱了许多 你想干嘛 要打你亲妈吗 我一把把他推开 狠狠地瞪着他身后的王超判 王超判 你说实话 那天是不是你主动找我换彩票的 撒谎可是会遭报应的 王超判被我凶神恶煞的样子吓哭了 我不知道 我不记得了 我奶奶一敲拐杖 超判那时候还不到三岁 能记住就怪了 李翠红 你还说不是你教他撒谎的 我 我 李翠红红着脸半天说不出话来 最后一跺脚 拉着脸上古包的王勇 灰头土脸地出了门 我霸气还未消 冲着他们的身影大骂 真不是个东西 还好贝贝没跟着你们 要不早晚被你们毁了 这件事暂时就这么过去了 从那之后 李翠红便逼着王超判处处和我比较 我那时已经学了六年钢琴 通过了八级考试 李翠红也逼着王超判学钢琴 不过他买不起钢琴 也不舍得报班 就买了个电子琴 再加让王超判自己练 用他的话说 有天赋的人都是自学成才的 王超判是天才 不需要学也比我练得好 而我的学习成绩也一直很好 从来没调过年级前十 王超判的成绩同样很稳定 没调过倒数十名 李翠红为此没少打骂 甚至说考不到前十就要把他丢掉 但却舍不得给他买一本练习题 这些都是王超判告诉我的 李翠红不知道的是 自从彩票的事情之后 王超判反而和我的关系好了起来 我俩在同一所小学 王超判经常放学之后 偷偷去我家玩 骗李翠红说是去同学家练钢琴 王超判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 恨得咬牙切齿 但眼里也闪过一丝担忧 姐姐你说妈妈会把我丢了吗 毕竟她真的 我知道王超判想说什么 咬咬牙没有回话 我妈在一旁听的真切 摸着王超判的脑袋笑呵呵的说 没事 她要真把你丢了 你就来救妈家 救妈喜欢你还来不及呢 王超判养着小脸满脸欣喜的说 真的吗 我真想天天住在救妈家 我打到二人的话 拉着王超判去练钢琴 说实话 王超判确实很适合学钢琴 我自觉已经算得上 是比较有天赋的了 但比起王超判还是要差许多 很多曲子 他甚至第一次弹 就弹得十分流畅 那年学校举行联欢会 王超判上台弹钢琴 一首曲子下来寄精四作 李翠红拉着他逢人变夸 我家超判就是个天才 在家用电子琴练习 都能弹得这么好 比那个李贝强多了 王超判冲他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没过多久 炒股开始在我们这个小城市流行开来 我家饭店的生意越来越好 我爸妈手上也有不少闲钱 于是也想学着别人投资股票 不过我爸妈都没有了解过这方面 不知道买什么股票好 每天他们都要跑到交易大厅研究半天 那段时间我恰好放假 出于好奇 也跟着他们去了交易大厅 没想到在那里碰见了王永和李翠红 两人神神秘秘地念叨着什么 一看到我们进来 立马神色紧张起来 我爸妈却像没看到一样 自顾自研究起来 李翠红却凑过来阴阳怪气 哟 开饭店赚钱还不够 还要炒股啊 我爸没搭理他 接着研究 李翠红自讨没趣 又小声嘟囔一句 带着个扫把心来 赔死你 听到这话 我爸把头转向我 故意大声说 贝贝 你说买哪个股票好 我摇摇头 我也不懂阿爸 我爸去拍拍我肩膀 你随便挑一只 你挑哪只咱们就买哪只 我仔仔细细看了半天 随手点了一只 我看这个比较顺眼 我爸一拍巴掌 好 就他了 买 我余光瞥见李翠红 盼着脑袋 再往我们这边看 过了半年 李翠红突然怒气冲冲的 拍打着我家门 我爸美好气的打开门 李翠红红着脖子指着我吼 李贝 你真是个扫把星 我买了你说的那个股票 差点没赔干净 不行 这个钱必须你家替我出 我爸被他气笑了 啊 股市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人家早就提醒你了 自己赔了钱来找我们算账 天下还没有这样的道理 李翠红怒气冲冲的说 我们原本准备买别的股票的 要不是听见你们讲话 我才不会买那一只呢 都怪李贝把我家的财运冲散了 我就说他是个扫把星 网友那个蠢猪不相信 非要我跟着买 不行 这钱你必须赔给我 我爸也来了脾气 我赔你个头 你说我家贝贝是扫把星 好 我偏要买贝贝说的那只股票 一会儿我就去买 倾家荡产全都买 李翠红指着我爸的鼻子说 好啊 你说的 谁不买谁孙子 我看着你买 你要是全买了 我就不让你赔了 买就买 谁怕谁 我爸不顾我妈的劝阻 冲进交易大厅 把手上的闲钱 全都买了我胡乱指的那只股票 李翠红则全都卖了 李翠红拍着巴掌得意的 冲我爸说 哈哈 你就等着后悔吧 别人买都来不及呢 你还敢全买 我看你赔个倾家荡产 我爸也不服气的喊着 那咱俩就走了桥 就算赔了 我也不会像你一样 找别人要钱 李翠红得意的离开了 我爸这时候冷静了下来 感觉自己冲动了 有些后悔 毕竟这个股票 从买到现在跌了30% 不过我还是看它比较顺眼 安慰我爸 爸 别担心 放长线钓大鱼吗 我爸挠了挠头 嘿嘿 也是 我家贝贝错不了 我妈在一旁抱怨 错不了你也不能把钱都投进去啊 万一赔了呢 那就先去吃顿大餐 免得以后吃不到了 我们一家欢声笑语的 去大排档路串 哦对了 忘了说了 我随手指的那只股票 叫贵州茅牌 过了几天 一个一直照顾我爸生意的老板 忽然找到我爸 说他有一个商机 我爸连忙拉他详谈 那个老板给我爸说 他有个朋友想在本市寻找代理 问我爸有没有兴趣 我爸一听当时眼睛就亮了 连忙询问老板细节 原来 老板的朋友刚刚谈下一家 很火的产品的代理 但是因为其他原因 暂时没法投入运营 于是就想把这个代理转让出去 老板觉得我爸人很好 又实在 所以才把这个商机透露给我爸 我爸当即答应了下来 和老板的朋友 程总约了见面 我当天总觉得有些心慌 于是也吵着要跟过去 没想到冤家路窄 见面的当天又碰到了 我们最讨厌的人 李翠红和王勇 李翠红面色紧张地看着我爸 你们来干嘛呢 我爸也警惕地盯着他 你们来干嘛的 原来程总找了好几个朋友帮忙 恰好有一个和王勇关系很好 就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王勇 得知我们也是来谈代理的 李翠红不禁挖苦 你不是把钱都托股票了 还想搞代理呢 你就不怕噎死你 我爸也出言嘲讽 那也比你饿死强 李翠红瞪了我爸一眼 就冲你身边这个小扫把心 这个代理我们拿定了 谁拿还不一定呢 走着瞧 程总一听说 我爸和李翠红是兄妹 乐得直拍巴掌 真是缘分啊 要不你们两兄妹就一起干吧 有钱大家赚吗 我爸和李翠红一口同声地说 不 程总被他俩的反应吓了一跳 但也看出这兄妹关系并不好 所以便不再谈论兄妹之事 程总说其他程序都走得差不多了 但是他朋友邀请他去深圳发展 所以才打算把这次代理权转让出去 王勇满脸堆笑地给程总递烟 程总 您当时办下来的时候花了七万 我们出八万 不让您白忙呼了 程总微笑地点点头 我爸突然开口 王勇 你家有八万块钱吗 李翠红瞪了我爸一眼 我家有多少钱关你屁事 我说有就有 王勇也对程总说 程总您放心 钱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少你的 我出九万 我爸一拍桌子开口 那我出九万五 程总 彪哥和你那个关系 都是一家人 给谁不是做呀 王勇谄媚地对程总说 我出十万 我爸还在跟 王勇脸色已经很难看了 李翠红突然开口 李正军 你装什么呢 前几天我亲眼看着 你把所有的钱都投到股票里了 还能拿得出十万 我爸这人实在不会撒谎 被李翠红这话突然噎得说不出话来 程总此时眉头也皱了皱 程总 我也出十万 李正军他拿不出钱来 你肯定得找个信的过的人不是 我把饭店转让了 总可以吧 我爸突然憋出一句 李翠红眉头紧皱 刚准备说什么 我突然在一旁开口 爸 我不要你转让饭店 这个代理咱们不要了行不行 我爸摸了摸我的头轻声说 贝贝乖 爸谈完这个生意再陪你玩 别闹 我却猛烈地摇头 我不要 爸 我不要你转让饭店 咱们家里根本就没钱了 拿什么谈代理啊 说着我眼泪都掉下来了 我爸此时脸色沉了下去 罕见地对我发了火 李贝 别闹了 乖乖做好 李翠平健壮抓住时机讽刺 带着个扫把星 这是来谈生意的样子 分明就是过家家嘛 王勇也补刀 就是 程总 你不知道 这丫头会气得很 上次吵着让他爸买个股票 结果买完就跌 赔的裤衩子都没了 这代理转给他家 准黄 对你名声也不好不是 我站起身哭喊着 黄就黄了 我家不稀罕 说完哭着跑出了门 我爸在身后喊我名字 我没有理会 没过多久 我爸还是追了出来 你这丫头怎么这么不懂事 好好一单生意被你搅黄了 我莫不作声 但心里却乐开了花 我是故意搅黄的 刚才不知为何 我觉得浑身难受 总感觉这笔生意不靠谱 还好 我爸虽然嘴上不悦 心里还是关心我的 没有继续谈下去 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 咧着嘴傻乐 哦对了 那个代理的产品 叫小灵通 李翠红他们拿下了 小灵通的代理 没几天 忽然把我们喊到了奶奶家 到了家里 李翠红也不掩饰 李翠红一番白眼 妈这个年纪 说不好哪天就出事了 提前把家产分了 也好过以后麻烦 我妈冷哼一声 李翠红 你是谈下代理 没钱给人家吧 李翠红被我妈揭穿 满脸通红 是又怎么样 老人家留着那么多钱干嘛 反正早晚也是我们的 还不如现在就给了 我奶奶气得抡起拐杖 要打李翠红 你个王八蛋 老娘还有口气呢 就惦记着那撒瓜俩早了 我爸连忙扶住我奶奶 帮她顺着气 妈别急 不跟她一般见识 转而又对李翠红说 说吧 你想怎么分 李翠红眼珠一转 这样吧 妈这栋老房子就归你 钱归我 怎么样 我妈冷笑一声 真是打的好主意呀 这老房子都三四十年了 卖都卖不出去 而且妈身体硬朗得很 我们也不可能卖 你想要钱就直说嘛 搞得好像我们还占便宜似的 李翠红也不服气 房子都给你了 你还想怎么样 你家那么有钱 让着我点怎么了 我妈还想说什么 我突然开口 妈 就这样吧 房子要是给了李翠红 他说不定会把奶奶赶出去 李翠红挑着没冲我嚷嚷 嘿我说你个丧文星 怎么对你亲妈说话呢 我爸打断了李翠红 行 就按你说的 以后老人也是我们照顾 但我有一个条件 以后我们两家断绝关系 再也不来往 李翠红满口答应 没问题 这个家我还不稀罕呆呢 我奶奶把存了一辈子的五万块钱 给李翠红转了过去 转完丢下一句 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女儿 没多久 李翠红的小灵通店 就热热闹闹的开了起来 听我爸说 他们当时还差两万块钱 是找了高利贷 想搏一把大的 那时候小灵通正流行 李翠红家的生意火爆 赚得盆满钵满 我爸看着眼红 埋怨我当时太不懂事 我却勾着他脖子撒娇 爸把咱家的饭店经营好 不比李翠红差的 我妈也笑着说 就是啊 前几天还有人找我呢 说让你搞个什么家门 做品牌啥的 我也不懂 你好好研究研究 正说着 门外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我妈打开门一看 是王超判 我妈还没说话 我爸便阴沉着脸走了过来 你来干嘛 我不是说了我们两家断绝来吗 王超判满眼含泪 我爸妈去北京了 留我一个人 我没有饭吃 我妈听完捶了我爸一下 赶忙把王超判迎了进来 来来来 来就妈家吃饭 王超判坐下一顿狼吞虎咽 仿佛这辈子没吃过饭一般 我妈心疼的给他夹菜 看把孩子饿的 李翠红他们两口子真是心狠 我冲王超判笑了笑说 现在你爸妈赚了不少钱了 应该给你买钢琴了吧 没想到我这句话一出口 王超判顿时停住了筷子 趴在桌子上嚎啕大哭起来 我被吓了一跳 像犯错误的孩子一般低着头不说话 我妈瞪了我一眼 拍着王超判轻声说 超判受什么委屈了 给舅妈说说 王超判哭了半嗓 才终于能完整地说出话来 我爸妈拿钱去北京看病了 他们说要给我生一个弟弟 就妈 你说他们有了弟弟 会不会把我也扔了呀 我爸的脸黑得像李逵 一摔筷子骂道 李翠红真不是个东西 他们老王家有皇位要继承啊 一有钱就想着生儿子 妈的 他们这辈子也生不出来 我妈拍着王超判的被安慰他 没事超判 他不要你就妈要你 你和贝贝本来就是亲姐妹 都来救妈家 我就不明白了 多好的孩子啊 怎么不比男孩强了 王超判哭得更厉害了 李翠红去北京上海折腾了一圈 钱没少花 并没看了 健身儿子这是基本上没戏了 两口子彻底放飞自我 买了辆桑塔纳 天天开着车在我家门口转悠 那时候一辆桑塔纳要快二十万 周围的邻居都羡慕不已 我爸看着眼来气 回家翻出存折对我说 贝贝走 咱们也去提车去 我和我爸走到半路 我忽然指着旁边的售楼部说 爸我不想要车了 咱们去买套商品房吧 我爸被我逗笑了 咱家又不是没地方住 买商品房干嘛 我却不依不饶 我就要买商品房 住单元楼难受死了 房子又小又潮湿 买套大房子不比车气派嘛 那时候商品房刚刚开始流行 我爸拗不过我 只得跟着我进了售楼部 最后二十万买了三套房 转眼几年过去了 我已经进入了大学校园 暑假的一天晚上 突然有人急促地敲门 我爸不耐烦地披着衣服出门查看 来的人竟然是李翠红和王勇 这两人几年都没有消息 我爸本想把他们赶出去 没想到李翠红却突然往地上一跪 带领小灵通赚了钱 但也没存住 他们觉得这生意有前途 于是又借了一大笔高利贷 准备扩大规模 没想到小灵通突然没了市场 两人囤了一大批货 都卖不出去 可高利贷却不管那么多 这些年两人看病 买车 旅游基本上把钱都花光了 根本还不起高利贷 李翠红哭着对我爸说 哥 只有你能救我了 你家饭店生意那么好 你从牙缝里抠出来点 帮帮我吧 我爸不耐烦地挥手 滚滚滚 我家的钱和你有半毛钱关系 我们早就没关系了 当初说好了的 滚蛋 说着就把还在哭喊的 李翠红关到了门外 李翠红还想撒泼 我爸直接喊来小区的保安 把李翠红拖了出去 我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也吓了一跳 第一反应是王超盘可能有危险 第二天天刚亮 我爸便拉上店里的员工 跑到王超盘的高中门口 果然 那帮放高利贷的 在找王超盘的麻烦 我爸带着一帮精壮小伙子 堵到了王超盘面前 你们干嘛 欺负我外甥女 放高利贷的头头 被这阵仗吓了一跳 不自觉的后退一步说 你们 你们是谁 李翠红把这丫头卖给我们了 和你们没关系 我爸直接怒了 你们说啥 放高利贷的头头 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字条 你看嘛 白纸黑字写的很清楚 李翠红把王超盘 卖给我们抵债了 我的脾气也上来了 直接横在放高利贷的面前 一把夺过字条 现在是法治社会 怎么可能容许贩卖妇女儿童 你们的行为已经违反法律了 我是学法的 就凭这个 我就可以把你们全送进去 我爸也在后面跟着吼 你们要找就去找李翠红 别来打扰超盘 要不我和你们没完 放高利贷的本就是图钱 看到我爸身后那么多人 加上被我一顿呵斥 当场便没了气势 嘴上骂骂咧咧的 李翠红 王勇这俩王八蛋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走 找他们去 王超盘此时已经吓傻了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 哭着扑进了我爸怀里 舅舅 你不能不管我 舅舅 我爸轻轻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听说那天 李翠红和王勇被打得很惨 最后把家里的房子车子卖了 到处借钱 才还上了那笔高利贷 晚上 王超盘来到我家 我拉着他的手 语重心长的说 超盘 你恨你爸妈吗 王超盘的眼睛都快喷出火了 怎么不恨 他们都要把我卖了 我点点头 拿出上午的字条 我想把他们送进监狱 行吗 我爸妈也被我的花吓了一跳 我妈惊讶的说 贝贝 你说什么呢 我一脸严肃的对我妈说 妈 李翠红他们已经构成了拐卖妇女儿童罪 他们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妈长张的嘴巴缓了半天 才小声说 可他们 他们毕竟是我唯一的亲爸亲妈 就是你们 我郑重的对爸妈说 我妈听完老泪纵横 我们也只有贝贝一个亲女儿 说着把我抱进了怀里 我爸抽了半赏烟 一咬牙说 是该让这俩王八蛋受点教训了 还是有影响的 没想到王超判想都没想就狠狠点头 我同意 他们如果不进监狱 对我才更有影响 只是 只是什么 我妈拉着王超判的手心疼的说 王超判眼含热泪 只是 我以后就没地方吃饭了 我妈狠狠把王超判拥入怀中 以后就来救妈家吃饭 救妈家就是你家 你也是我们的女儿 王超判倒在我妈怀里嚎啕大哭 我们拿着证据到公安机关立案 警察高度重视 很快就把李翠红和王勇缔拿归案了 案件的审理也一场简单 有李翠红和王勇的亲笔签名 还有放高利贷的做人证 以及监控视频 很快 李翠红和王勇就被提起公诉 法庭上 李翠红和王勇极力陈述他们对王超判有多好 从来没想过卖掉他云云 没想到 王超判直接来到了证人席 你们对我好吗 从我一出生 我的作用就是和姐姐做比较 以前姐姐叫王判 你们给我起名叫王超判 从小到大 只要我有不如姐姐的地方 你们对我非打即骂 可你们真的关心过我吗 姐姐学钢琴 你们给我一个电子琴让我自己练 还要比姐姐弹得好 姐姐学习好 你们只会骂我不用功 却从来没给我买过一次练习题 就连吃饭都是你们先吃 我回家吃你们的剩饭 你们做生意赚了钱 没有用在我身上一份 我的练习题都是自己不吃早饭攒下来买的 可如今你们赔了钱 却要把我卖个底债 天底下有你们这样的父母吗 你们还配做人吗 王超判语经四座 所有人都唏嘘起来 李翠红气急败坏地骂道 你个白眼狼 我白养你这么大了 老子把你生下来就是天大的恩情 不懂得感恩就算了 还报复老子 你个死丫头不得好死你 不得好死的人是你吧 我突然站了出来 手里还拿着一盘录像带 当年你把我一个人丢到公园里 害得我大冬天差点冻死 你已经构成了一气罪 你知道吗 我把录像带交给法庭 法庭当庭播放 里面正是那天我当秋千时 李翠红把我丢下的情景 李翠红看着录像 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 他不知道的是 那天张总丢黄金的时候 不小心按下了家里摄像机的开关 而摄像机的镜头 正对着窗外荡秋千的我 张总当时看完录像 意识到事情不对 但后来又见到我在我爸身边 才松了一口气 就把这盘录像收了起来 而我长大之后 他无意中透露给了我 我便从他手里要了过来 就是为了把李翠红送进监狱 此时一些旁听的邻居 也纷纷出来作证 证明李翠红确实一直对我不好 还故意把我丢了 李翠红恶狠狠地瞪着我 破口大骂 一个扫把星 催命鬼 我就应该把你淹死 你渴死我几个儿子 现在还来渴老子 你把我全家都渴死算了 王八蛋 李翠红情绪越来越激动 被法警牢牢按住 我妈也毫不是弱 你才是个王八蛋 我家贝贝明明是个大复兴 是你没有这个福分销售 也是把这么好的孩子留给你 那才是便宜你这个王八蛋了 我看着情绪激动的李翠红 微微一笑 你知道吗 当年我随手给我爸指的那只股票 已经翻了几十倍了 你说 如果你当初没有卖的话 现在有多少钱 还至于落得这般田地吗 李翠红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了我半上 然后猛烈地摇头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 李翠红和王勇因为拐卖妇女儿童罪 一弃罪被判了十年 王超盼也把我爸妈当成亲爸妈 我们两姐妹终于可以生活在一起 因为音乐天赋出众 王超盼考上了著名的艺术学院 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钢琴家 而我也凭借出色的成绩 留校当了老师 我家的饭店也成了连锁店 以贝贝饭妆为名 在全市开了很多家加盟店 奶奶最终还是没能抵过岁月 在微笑中安详离世 一转眼十年过去了 我们一家人来到奶奶住的老房子过春节 忽然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 我爸打开门一看 竟然是李翠红 此时的李翠红已经满头白发 看着比我爸还仓老许多 我爸没搭理他 他却自顾自的讲起自己的事情 他刚从监狱里出来 和王永离了婚 如今在一家贝贝饭妆的加盟店 给人打扫卫生 李翠红自顾自的感叹 如今妈也不在了 我也没能送妈最后一程 我爸不耐烦的挥挥手 醒了行了 妈也不需要你送 该去哪去哪吧 李翠红还抱一丝幻想 我就想看看我的女儿 这么多年没见了 不知道 他们好得很 不劳烦挂心了 走吧走吧 会气 我和王超叛头也没回 低头刷着短视频 李翠红长叹一口气 缓缓走出门外 忽而又一回头对我爸说 哥 当年我闹着要分家产 是我不懂事 你别恨我了 我爸突然大笑起来 恨你 我怎么会恨你呢 要不是你早早提出分家产 我们指不定还得损失多少钱呢 你还不知道吧 过完这个春节 妈这栋老房子就要拆迁了 赔了三套房呢 市中心 三套 李翠红眼睛都瞪大了 张了张嘴 最终还是没说出话来 他此时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我爸说着又转头看向我 笑着说 还多亏了我家贝贝 当初开饭店是贝贝的建议 买茅台也是贝贝的推荐 这老房子也是我们贝贝劝我留下来的 哦对了 当初你买车的时候 贝贝非要让我买房 这下可好了 又翻了十倍 哎呀 之前谁说我们贝贝是扫把星 倒霉鬼的来着 我们贝贝 那可是天底下最大的福星啊 用现代的话说叫什么 哦对 金李 我斜眼看着李翠红 他的脸色比这冬夜还要冷 而我的心里也在庆幸 感谢李翠红 在多年前的那个夜晚 把我一个人丢到公园 要不然 我怎能有如此幸福的家庭 有如此爱我的爸妈呢 想着想着 我忽然狠狠亲了我妈一口 然后站起身 举起酒杯 爸 妈 谢谢你们 新年快乐